儿童新闻人播现在开始 我是小雅 我是小虎 今天奥运奖牌榜上 我们已经19枚金牌了 冰糖球太厉害了 是啊 马龙 张继科 徐兴 三比一战胜了日本队 团体冠军 这是他们的奥运三连冠 除此以外呢 今天早上还有一个特别的金牌 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个比赛的金牌 跆拳道 是的 在58公斤级决赛中 我们中国的赵帅6比4 打败了泰国选手 哈温汉班 这名字好难念啊 但是很骄傲 这是中国男子跆拳道 在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枚金牌 我下学期要上 再吹道课 弟弟 你能不能坚持啊 不许你吓我 说到这里 我们要说一说 昨天的女排比赛 中国女排不是和巴西女排比赛 奥运会又在巴西开了 所以比赛的时候 去了很多巴西人 但是你看 巴西的观众 在我们得分的时候 大声的虚我们 太没礼貌了 所以今天李约奥组委 首席发言人 马里奥安德拉 为比赛中的虚声 向我们道歉 我不原谅他吗 是啊 爷爷说的 道歉有用吗 儿童新闻播还在继续 我们继续关注 李约奥运会 今天男子200米半决赛 伯尔特又爽酷了 最后冲刺 故意慢下来等别人 后面拼命跑的 加拿大运动员 拼命追上来 可惜伯尔特还是赢了 哎 他比赛跟玩儿一样 儿童新闻播就到这里 我是贾雅 明天见 我是小伙伯伯 我看来 我是小伙伯 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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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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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的